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熟悉沙姆尼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沙姆尼绝大部分相机都是建立在菲利普斯架构基础上的 只有在4x5幅面上的这个H系列除外 因为它是脱离了菲利普斯架构 它是非折叠的机型 沙姆尼为什么要离开自己所熟悉的菲利普斯架构 来构建非折叠的机型呢 这完全是出于我们野外拍摄的时候 对于高效率的需要 因为大家看到了它非折叠的机构 可以让我们在拍摄之前的准备工作大大简化 我们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来展开相机 甚至于你可以保留你平时最常用的镜头在机身上面 这样的话进一步的免去了安装镜头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几乎可以说到达现场之后立刻就可以拍 这样就极大的提高了我们拍摄时候的效率 首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台相机的侧面 我们能看到由于轨道长度的限制 所以说这种非折叠的机型 往往比折叠型的机型 底板的长度要稍微的短一点 所以在它充分延展了之后 也就限制了它皮枪的最大长度 我知道有很多人习惯称这种相机为广角型机器 沙米尼在设计045H1的时候 试图努力的改善这一点 请大家对比两个数据就好了 因为在沙米尼的折叠型的机器上面 皮枪的最大延展是390毫米 而这款机器皮枪的最大延展能够达到350毫米 仅仅比折叠型的机器短了40毫米 当然由于结构的原因 折叠型的F系和N系是可以通过延长板附件 将皮枪增加到550毫米的 而045H1目前为止 还不能使用延长板来实现扩展功能 可是在4x5幅面上的拍摄 我们不需要准备全焦段的镜头 我们从超广角到倍数于标准镜头的长焦镜头 比如说4x5的标准镜头是150毫米 倍数于它也就是300毫米 这个在4x5幅面上就应该算是长焦头了 从超广角的 我现在挂机的这个47毫米的镜头 一直到300毫米的镜头 这台机器都可以自由的无障碍的 非常便利的来使用 所以我个人认为 它已经脱离了广角机的印象 实际上在我看来 它是一个全功能的户外便携式照相机 在我们确定 045H1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焦段 镜头的顺畅使用之后 这台机器的使用上的便利性就凸显出来了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它在拍摄之前 不需要有一个从折叠状态打开的一个设置动作 甚至于镜头也可以保留在相机上面 也免去了安装镜头的这么一个动作 尽管这些动作并不费时 在我看来也就是一分钟左右 但是对于很多强调便利性拍摄的摄影师来讲 我想还是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它的优点 同时也要看到它的总体的缺点 在我来看 它的缺点有三个 因为它的展开体积 也就是它的收纳体积 所以它的总体积比四乘五的折叠型机器 折叠起来之后要大一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重量比四乘五的折叠型机型也要略微大一些 这个主要是来自于它底板复杂的调焦机构和齿轮齿条 带来的 然后第三个缺点就是它在折合状态的时候 它的抗冲击能力 也就是说它的被动保护性能 比折叠型机型折叠了之后要稍微差一点 因此也就对摄影包的保护性能提出了稍微高一点的要求 在我们了解了它的优点和缺点之后 我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使用需要来对机型 我是指折叠和非折叠做出取舍和选择 好 那么言归正传 让我们来看看这台机器的基本使用方法 首先是镜头的拆卸和安装 这个跟绝大部分4x5的相机是一样的 通过同样的机构来完成镜头的安装和拆除 唯一值得一说的就是 当你决定把镜头保留在相机上的时候 你一定要确保镜头的前缘不要超过底板以外 因为这样的话 你放在摄影包的时候 镜头是处于无保护状态的 当然这里面留了充分的空间来容纳稍微大一点的镜头 以保证于它在外轮廓的空间范围以内 总的来说这台机器的结构非常简单 像其他的4x5机器一样 它也是分成前组后组底板调校机构 这几大部分 它的前组控制和045F1和F2是一样的 大钮来控制前组的升和降 然后小一点的钮控制前组的辅和阳 在沙姆尼的早期机型里面 这两个动作是由同一个钮来完成的 但是在沙姆尼的后续机型里 它这两个动作就分别被独立起来 然后变成了如果你调节好了抚养之后 你在调节升降的时候 抚养的角度是设定不变的 这是归零的状态 现在我们来看045H1的对焦组件 它和折叠型机型不太一样 它分成前面和后面两个部分 这个是前面走到头的样子 这个是锁紧钮 这个是后面走到头的样子 左手也是锁紧钮 对焦非常简单 就是说当你想用前组对焦的时候 就走前面 当你想用后组对焦的时候 就走后面 这里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上面还有一块小的 一块隐藏起来的调教板 它可以继续往前走 通过这样的动作来完成这台机器的最大皮枪延展 这个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大概是350毫米左右 当你使用广角机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们都退回到最后 由于它短调教板的设计 所以基本上在使用广角镜头的时候 下面底板是不会穿帮的 在操作这个小的延长板的锁紧和释放钮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钮 它隐蔽在机身里面 当你把前组退回来的时候 这个钮会突出在机身后面 所以说非常好操作 前组的横移和摇摆 是通过这个扳瓣来锁紧和控制的 放松这个扳瓣 根据标尺来完成前组的横移 如果有必要的话 横移完了之后再摇摆 然后把它锁紧就好了 在前组做横移和摇摆动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横移是给了一个幅度的标尺 摇摆并没有给标尺 这是因为你做横移和摇摆的动作的时候 我认为你的眼睛一定是在后面调教瓶上的效果 来确定横移和摇摆的量 所以说事实上这些标尺对你的帮助不会太大 后组的技术动作也跟前组类似 相对比较大的这两个钮 来控制后组的升和降 相对比较小的这两个钮 来控制后组的阳和腹 唯一跟前组不一样的就是 沙姆尼的后组的抚养是非对称抚养 然后你可以参照调教瓶下面会有一条虚线 这个就是它的围绕轴 非常方便你在做Thumb Log的时候 或者做其他的技术动作的时候来分配胶平面 后组的横移和摇摆跟前组相类似 松开这个锁定钮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完成横移和摇摆 但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后组的摇摆动作 跟前组的摇摆动作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是因为后组的摇摆是非对称摇摆 它的围绕轴是调教瓶上面竖直的这条虚线 同样也是非常方便你在垂直方向 通过Thumb Log来完成胶平面分布 关于后组的横移 045H1在设计的时候还预埋了一个彩蛋 就是当你取下皮枪之后 然后把后组横移到头 就可以把整个后组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呢 上面还可以提供五乘七画幅的横幅后组 和四乘十画幅的横幅后组 这样的话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完成对四乘五横束幅 五乘七横幅和四乘十横幅的一个快速便捷的一个转换 然后把它装回去呢 就是把下面的燕尾槽对准 然后横插进去 锁紧它就好了 现在这个皮枪已经是被我取下来拿在手里了 这个皮枪是045H1标配的皮枪 它叫做通用皮枪 我们可以看到它前面有一个小口袋 这个小口袋可以在一定的皮枪压缩程度下 进行一定范围的移轴动作 但是范围很有限 如果你要是用到这么广的镜头 这个时候就非常建议你取下这个通用皮枪 来换用沙姆尼专用的口袋是广角皮枪 因为那个皮枪能够提供更大的技术动作 皮枪的安装也非常简单 首先你需要区分一下皮枪的正反面 有接口的这一面通常放在下面 然后把它后组卡进去 把这两个锁紧钮 拧紧 然后再把前面这个卡锯 给它固定好就好了 剩下的操作部分 零四五H1就和沙姆尼其他的机型一样了 打开后面的两个锁 我们就可以把调校屏取下来 由横幅状态转移成束幅状态 拍摄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片盒从这个接口插进来 然后完成拍摄 如果你要是像我一样习惯使用Graph Lock设备来进行拍摄的话 就比如说这个Fujifilm的Quick Change片盒 那么你就需要拆下调校屏 拆下调校屏 然后把Graph Lock设备通过这四个钮 把它固定在相机上 就非常的稳固 拍摄完成之后 取下片盒 重新装回调校屏 好了 关于这台机器的操作大概也就是这么多 就像我前面所说过的 它实际上是一台结构非常简单的相机 最后再提醒一点的就是 你会观察到 机身底部的四个旋钮 它们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右边的两个旋钮比较宽 左边的相对薄一点 由于此类机型共同的特征 它是同轴摩擦式锁紧 你要锁紧你的焦点的时候 右手最好保持在调校钮上 保持焦点不动 以防止左边锁紧的动作 导致焦点飘移 好了 关于045H1的操作 就说这么多 总的来说 作为设计者 我还是认为 这是一台结构紧凑 制作精良的好的拍摄工具 我们会尽可能的把H型平台 扩大到五乘七和八乘十 这样的片幅上 然后满足更多的拍摄者的需要 谢谢大家抽时间来看这个视频 祝你们拍摄顺利 生活愉快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听说明镜需要您的观点 还应该给他 您的支持 您的观点 下集中的我们之旁